好 那剛剛這個洪醫師也建議 就是說如果你已經打了 泡疹疫苗 那麼是打舊的 那只會是一針嘛 建議 泰泰是也是醫生 隔五年後再去打新的 就兩劑的 第二劑 然後之後再隔 就是那個新的疫苗的第一劑 然後之後再隔三到六個月以後 再第二劑 那其實現在目前還有一些更新的 還有一些 還有各式各樣的 反正就是有各式各樣的疫苗 還有像肺炎的疫苗 有各式各樣十三家 二十三家 那目前二十三家 好像六十五歲以上 好像還是有給付 十三家的六月剛剛打完 剛剛 剛剛關掉 變成得自費 很複雜 所以每次 所以肺炎鏈球菌疫苗 六十五歲以上就國家支付 二十三家 二十三家 然後那個十三家 那我就要等了 我要等了 所以那個十三家是那個 那個前一陣子有開放 然後開放了之後 現在目前好像是打到六月 六月十幾號的時候 正好那時候就打完了 所以就沒有了 所以那個大概他有 每次都有不同的不同的政策 那肺炎鏈球菌疫苗打完就不會得肺炎了 是不是 是特別得是特別的菌 內支菌 因為我們肺炎像像你還有那個像像 COVID也會也會肺炎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其他的菌也會肺炎 當你把這些菌 通通殺掉之後 有時候你會得到 有時候會別的菌 因為你不可能所有的菌 全部通通把他殺光 所以大概就還是會有些 但是至少你把最常見的 把他給幹掉了 了解 了解 好 那文婉這邊是有朋友的小孩 很小的時候也得到感冒發高燒 其實像這種狀況 其實我們也一般感冒 都覺得普通普通的事情 可是他那時候他就講 他那時候小孩子大概才 在這個學走路之前 然後有一次就患羞 感冒這樣子 那他也不以為意 然後大概就是發高燒 他大概三十八九度這樣子 那大概三天之後 那就看醫生嘛 然後看醫生 後來就好了 好了之後呢 他那有一天呢 他說他在那個廚房忙 然後那時候突然間就是打雷 那打雷其實就是雷雨 要下雷雨的 通常其實做媽媽的 第一個反應就是 趕快 趕快衝到客廳嘛 因為他兒子在那個地上 在地毯玩積木啊 玩玩玩具 他趕快衝 要幫小孩子 摀耳朵 把小孩子嚇到 晚上不會睡覺 結果他還來不及衝 那個啪啦 那個雷聲好大 他發現他小孩沒有反應耶 就是那也不歡迎 然後也沒有哭 也沒有鬧 他這時候他覺得 覺得怪怪的 不太對 然後那時候他不是在廚房忙嗎 他就拿那個煎熄 然後故意呢 就是發出很大的聲音 就是敲那個鍋子 小孩子還是沒有反應 他覺得完蛋了 馬上帶他去大醫院檢查之後 發現是什麼 就是說變成他是那一次的感冒 他再三跟我講說 他真的是一般的感冒 發生這樣而已 結果說其實不知道是傷到 好像傷到他的那個 就是耳鼻喉的部分 所以他變成陰雅 因為傷到他的聽覺 這個我覺得還滿奇妙的 然後因為傷到聽覺之後呢 他這個人生 現在已經這個小孩二十幾歲了 這個人生完全改寫 因為聽不到 所以他講話變成 沒有辦法學習正統的語言 所以說得到這樣 那你不要小看這個 他到現在為止非常仇恨他媽媽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正常的 比方說上正常的學校 他沒有辦法做正常的人際關係 然後呢 甚至 可是媽媽已經很努力 照顧他 對 非常努力 其實他說過程當中 這十幾二十年 他去找片房所有的名醫 然後想盡辦法救這個兒子 然後呢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反正就是找不到 這個解套的方式 然後連同親戚 你想 夫家要不要怪他 我一個大部份 你把母子變成這樣 壓力很大 然後呢 到現在 他說這個過程當中 兒子呢 甚至一度跟他講說 就直接跟他講說 我會變成這樣 都是你害的 我的人生變成這樣 你害的 他說那時候還需要背的時候 他一度 因為家人的壓力 夫家的壓力 他還曾經背著他想不開 想要跳下去 哪一個母母會不想把他照顧好 哪一個小孩不感冒 可是所以我說 其實你看小小的感冒 他變成現在也是領殘障手冊 然後鷹雅人士 然後也沒有辦法去 一般正常的公司 很好上班 這是病毒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最可能的狀況是腦炎 他當時不是感冒 根本就是腦炎 腦炎影響到後面的那個 原來是這樣 所以同樣是發燒 發燒有N種原因 其中一個是腦炎 有的是腦膜炎 有的是肺炎 有的是什麼各式各樣泌尿道的感染 但這中間同樣是發燒 但是我們看到發燒 我們常常第一個直覺就是 大概是感冒 可是實際上